烤乳酥呢 属于广东名菜 但是海南的烤乳酥又有上百年的历史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海南在1988年之前都是属于广东的 那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在海南我们应该可以吃到最正宗的烤乳酥 不过我在网上搜索了 我看见有两个派别 那有一派说是凌糕的烤乳酥 最正宗 那又有另一派说 东方的烤乳酥最好吃 哎 按你一个电视去吃一遍不就好了吗 好 现在我又回到了东方市 来这里尝一下 特色烤乳酥 东方市却位于海南的最西边 烤乳酥在这里的四根村 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小乳酥养到30天6斤左右即可出来 每天早上村里的养猪饭 都会拖着一车小乡酥来到店门口 经过一份挑选之后 放在笼子里等着吃货能的到来 对啊 这猪排成一排 这小乡酥看着蛮可爱的 看着就是不忍心吃了 四根村的村民更是用他们独特的颜料 咸熟的烤制手法 使得这道宫廷名菜经久不衰 深受十克喜爱 一只活泼饭的小猪 只需要不到两个小时 即可变为金灿灿的烤乳酥 一盘一斤200块钱 还挺贵的 先尝一狗 好肥哦 我觉得这是好吃的 好香哦 猪皮非常脆 脆到什么程度 就好像是小学门口卖的那种糖化 100块 脆皮下面是一层肥肉 但是肥而不利 肉肉腌制的也很到位 焊火烤的好像是 有一点果木香的那种感觉 这和我以前在家吃的那个金空包状烤肉 就简直是两种东西 它不是同一种东西 这任何人都可以接受 不管你爱不爱吃肉 不管你爱不爱吃肥肉 你都不会拒绝这个味道 蘸一下这个辣椒蒜汁吧 这样吃又有点像是五花肉 红烧肉的感觉 但是它整块肉又很有层次感 没法来 我觉得很香很好吃 总体吃下来除了贵也没什么缺点 你看我们三个大人就只剩一块了 最后一块了 好不好吃小乖 太香了 老板再给我加半斤 热的趁热吃 趁热吃特别香 吃完了美味的东方口汁之后 让我对据说更珍重的凝膏口汁 有了更多的期待 那我们现在就去下一站 我也要去 要带你去啊 走 出发 走喽 走喽 到凝膏了 虽然都是海南 但是海南这个北边和南边 完全是两个天气了 好啊 就好 那么好 好 真的是小乖 烘乳猪 烘乳猪 真乳猪都有 我就一样要了一份 烘乳猪 烘乳猪 这个人开始做什么 我的 噢 口煮就来了 再尝一下这个凝膏的口煮 昨天吃那家是随时加热的 今天这个烤好了之后放在那里 就只有两个灯泡在上面加热 温度就会比较冰 味道就不是那么好 猪的腥味也会稍稍重那么一点 皮也是脆的 不过口感好像没那么好 脆的有点阴了 有点难嚼 尝一下这个蒸的吧 蒸乳猪 这边吃起来感觉稍微比较一般 从猪肉上来看 铃膏烤乳猪会更大一些 瘦肉会更多一些 腥味也会稍稍有一定 烤猪内侧里面的那些 好像就没有腌过东西 有应该是有 但是应该不多 味道不浓 价格这边也便宜一点 这边是多少 115 但不知道是不是这家店不好吃的原因 你看都是这种小灯箱 这边有一家现烤的 我去看一下 我终于在这街上看见一家 现烤的烤煮猪了 就为了这一口等了40分钟 这块心 这个烤煮跟刚刚那个味道差不多 只是刚烤出来更热和更好吃 还是会有那种心 味道也并没有那么丰富 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东方的烤煮猪 是会更加惊艳一些 就是那种当你吃完了 然后回到家了之后 你还会对那种味道有一种 恋想 你知道我为了这只烤煮猪 弄了多大的一个阳台吗 把排面打在公民上 然后就是先杀一只 就生的我拿回去 你懂一点点 你们这个是放在这里保温是吧 对 好烘 再烘干把它烘干 可以先进行 好嘞好嘞 那我走了 谢谢了 原料技术都已经学会了 现在我们回去烤煮猪吧 因为就如果只能在外面 品尝到美味的话 我觉得会 确定感觉 OK 现在我们得到乳猪一只 酱料一盘 因为在我吃的时候 我觉得最大区别 也就在于这个颜料 真的又入味又香 我闻一下 就是这个味 但是它秘方肯定是不会告诉我的 我们可以进去观察一下 有一点浓稠的感觉 但是没有配方的话 你们看这个视频好像又得不到什么信息 所以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份 冲香蛋三斤套 花椒粉 花椒粉 五香粉 冲香粉也来一点吧 老抽 南乳汁 糖水 搅拌一下 现在是有那味了 你看老板非常贴心 已经全部帮我杀好了 但是如果你们是自己买小桌 也不用担心 你们就先这样 卡卡卡 然后再这样 然后最后再这样 猪在这边 放上我们这个老板腌制的调料 我们弄细致一点 排骨里面 那这半边就放我自己制作这个吧 那么这个时候 哇 插着 然后我再把它留紧 放在太丑了吧 现在就非常完美了 看到没 这里就不皱了 好像还是差点感觉了 店里面的封得特别紧 他皮肤一点皱纹都没有 还是技术活来 哎呀 就这样烤吧 腌好 酱好之后 再刷上生抽 反复来了几次之后 我们再用这个水 淋一下 好 准备了一个料粉 那边淹好料刷好皮之后 我们就开始生火 现在烫火已经烧的差不多了 有人要吃烤猪猪了 哎呀 啊 这么大的火 差不多烤半个小时就差不多 猪皮马上就红了 哇 太重了 现在烤的时候 我们就要在这皮上刷上油 这是小猪 这是乳猪 知道吗 这么大皮猪 哇 徒手烤了10分钟吃不了了 他拿高一点烤 要不然是啤酒糊 哦 已经半个小时了 中间肯定是熟了 里面的话可能还差点 哎 这样不就行了呢 哎 方便多了 天才 哎 好久回来 他猪猪要烤好了 可以了吧 应该 看 香不香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香 好香 我像他们那样切 他们是都是这样切的 哎呦 哎呦 好脆 你们这呢 可以开点哦 这边这颜料的这个就是 老板给我的那个颜料 尝一下自己烤的褶猪 这皮怎么不脆了 哦 不过吃着蛮香的 这个皮确实是没烤好 好难咬哦 不过还可以 是不是我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嗯 鸡腿好脆 嗯 鸡腿好脆 虽然是师傅送我的颜料 但是是我动手腌制的 味道也还行 骨头也比较酥 也比较入味 和店里面那里有那么差一点 不过我觉得自己做能做到这种程度 已经很满意了 在尝一下这边 这边是我自己调的颜料 自己做的颜料没有那么那么的有味 不过也还可以 那个味道淡了很多很多 但是它是好吃的 只是说好吃的程度会降低 但是不会难吃 哇 真的好香哦 OK 那今天做的这个烤子猪 哇 我觉得真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极力极力推推荐大家来尝一下 哇 真的 哇 好香哦 因为我刚刚吃完 我现在就已经开始想这个味道了 OK 那今天视频差不多也在这里结束了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提供的关注留言 视频上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了个拜 各位 香不香 香 你往上翻 好香 再咬一口 哎呀 看着有点肥 但是吃着就香 不会腻